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的10月29号星期日 以色列最后还是地面进入了加沙 当时很多人各种传言 本来还说他可能犹豫了 有说美国施压 但是看来以色列还是 其实当时我也说 我说我估计内塔尼亚湖的话 最后还是要进入 因为如果不打仗的话 大家就开始清算他了 打仗的话就清算别人 通过战争 把国内的这种不板的这种情绪 转嫁到外边去 这对于独裁者来讲 这么说也不太好 他也是个民选的 但是真的在朝着独裁者的方向去走 当然了 这不光我说 以色列连续好像三十几个星期 每周都有几万到几十万人上街 反对内塔尼亚湖搞独裁 所以作为一个想搞独裁的 一个民主选举的一个人来说 通过战争维持自己的这种领导地位 也还是有必要的 地面进入了之后 有可能就会 战争可能会拖很久 有可能拖 我觉得几个星期到几个月都有可能了 如果他只是空中轰炸 可能都快打完了 对不对 但是如果地面一进入 那就整个就不一样了 最起码还得再打几周 搞不好就再打几个月 反正他能再拖一拖 而且如果他战争的成绩比较好的话 可能有助于他后面稳定自己的统治地位 因为极右翼可能会支持他 他这次上来也是靠极右翼 他虽然这次10月7号是来揍了 但是如果他能够就是说大量的去屠杀 大量的去侵占土地的话 那么极右翼还是非常高兴的 觉得就利用这次机会 拿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所以他现在通过这种方式 可以说再给自己回血 不管怎么着 10月28号昨天晚上 以色列宗教内塔尼亚胡在记者会说 他说随着乙军更多的地面部队开进了加沙 乙军针对巴勒斯坦 哈马斯的第二阶段战争已经开始 这到第二阶段了 当然他们也都是乙军的高层 尼亚胡都警告 说后面可能更加血腥 你们做好心理准备 说你觉得前面轰炸死了几千人 已经够血腥了 地面部队进去之后会更血腥更残酷的 这个当然没法 死人就更多 以色列国王军29号今天对加沙地带 进行了更多的空袭和炮击 之前昨天我们也说了 他们的观点就是说 如果要进去的话 就是说最起码 沿着这种道路两边的所有建筑物 全部都要仓平 要不然这些建筑物里边 可能会藏着一些狙击手 或一些游击队 这样他就死伤太多 把所有的建筑物清平 建筑物里边如果有贫民的话 不能怪以色列 因为以色列之前已经通知你们 你们走了 对不对 还是以色列的什么驻联合国大使 还是英国驻联合国大使 就说以色列的部队是最人道的部队 他们在屠杀平民之前都通知了平民 太有意思了 这话说 不知道他们怎么想 我觉得他们已经糊涂了 反正糊涂了 然后后来他们就抬杠 说乌克兰如果通知 如果俄罗斯普京提前通知了乌克兰 要屠杀他们 是不是普京我们也可以原谅 只要提案通知就行 是吧 哪有这么搞法呢 不过怎么着 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 28号昨天称 说乌克兰攻击了地面和地下 攻击了各个层级 击中了哈马斯150条地下隧道和地堡 巴勒斯坦加插了230万人的通信 完全被乌克兰切断了 就是说没有电话 也没有网络 有人说这么做的目的 就是为了进去之后 怕太血腥了之后 有人拿手机或什么 录下之后 把视频发出来 发生之后让全世界看到了之后 可能会在舆论上形成一个不好 所以干脆就是说跟中共 中共不也这么搞 来了不行之后 先弄个防火墙 骑着咔嚓 把信号一断 你就发不出去了 越来越像 中共 是不是 越来越像共产党 搞这套 共产党 溜溜的 是不是全世界的独裁者 差点都差不多 是不是 我觉得 当然他是一个 还没有成为独裁者 想成为独裁者 这么一个 不管怎么着 反正这么个情况 现在都被切断 切断之后 Elon Musk站出来了 Elon Musk昨天 10月28号宣布 向在加沙的国际认证的援助组织 提供兴电服务 不是说向全民提供 只是向国际组织 联合国 什么世界卫生组织 这些 向他们提供 说电话和网络中断 是加沙与世界隔绝 已经不可能打电话 给亲人 出了问题 也不能叫救护车 国际人道主义组织 表示电话和网络中断 阻碍了拯救生命的行动 并阻止了国际人道主义组织 与当地工作人员的接触 使本已经就很绝望的局势 进一步的恶化 世界卫生组织 总干事 谭德赛也出来了 他说 我们也可以从星达当中 受益 尝试与加沙的 我们的卫生的工作人员 取得联系 但是我们怎么才能用星链 你说提供 我们用不了 不知道怎么用 再跟马斯克再商量 说目前 反正世界卫生组织 已在加沙团队 完全失去联系 联系不上 所有的通讯都被切断了 联合国巴勒斯坦备战 领土人道主义协调员 黑斯严斯 他说 他说电话和网络中断 人道行动和医院的医疗 救助的全部都无法展开 以色列真的是够狠的 真够狠的 俄罗斯打乌克兰没有这么狠 毕竟都是斯拉夫民族 下手还是都留有一定的余地 但是真的 非我族类其心 必须真是下死手了 以色列通信部部长 卡西回应了马斯科 他说 以色列将使用一切可用的手段 来应对星链问题 我们会解决的 他说哈马斯在利用 你现在提供星链的话 哈马斯就会利用星链 进行恐怖活动 而且哈马斯会利用星链 来杀我们以色列人 说你这是给恐怖分子帮忙 马斯科说 已经说了 我们就是说给提供 国际认证的机构 不是给哈马斯的 然后卡西说 你要是要给星链的话 你可以拿星链 跟哈马斯换 让他们把我们绑架的 我们的婴儿 儿子 女儿 老人 都给我们换 不绑架人质 给我们换回来 但哈马斯那边已经说了 说可以换人质 换人质的话 拿我们的人质 换你们的人质 你们还抓了 等于 原来原先我们以为 只有哈马斯抓了以色列人 现在发现 他说以色列抓了6000多 那个巴勒斯坦人 你帮我6000多 我一共抓了200个 你抓了6000 你帮我6000 先给我放回来 再说 当然了 以色列说 我抓你的 都是恐怖分子 说那 那为什么你抓我 都是这恐怖分子 因为这些人 他们当年 比如说一家7口 有6口都被我宰了 然后那一个 最后就变成恐怖分子 要跟我玩命 我就给他抓起来了 就这么个情况 当然了 他说的给了星链 这个星链能不能用 还是一回事的 因为现在 他可能设置了 一定的这种手段 他的问题是这样子 就是说就即使交汇 谭德赛怎么用了 谭德赛怎么交给 在加沙的世卫组织的成员 因为也联系不上 比如有账户 有命远 怎么给他 也给不了 所以这个事 都就只能说一说 不过反正我看 这个谁 伊隆马斯克 就也不打算往以色列卖车了 我看这意思 台湾好像已经在抵制特斯拉了 是不是 上次我记得台湾 好像广播部长还说 说我们以后 我们台军再也不买特斯拉了 以后再也不买了 伊隆马斯克 之前还有一段 还说什么 说台湾是中国领土 不可分割的 彻底给台湾折毛 我估计特斯拉 在台湾没法卖了 就快 接着说 土耳其总统埃尔德安 10月28号 昨天参加了 一个有几十万人参加的 支持巴勒斯坦的游行集会 埃尔德安在集会上讲话 他说以色列已经连续22天 向着全世界公开犯下战争罪 但是西方领导人 甚至连呼吁以色列停火 都不敢做 怕得罪犹太人 更别说采取行动 制止以色列的暴行 完全双标 埃尔德安说 说我们土耳其将告诉全世界 以色列就是战争犯 我们将宣布 以色列为战争罪犯 并且重申 哈马斯不是恐怖组织 以色列当然就发了 以色列能让上他吗 对不对 以色列说 宣布从土耳其召回所有的外交人员 咱们绝交你妈滚蛋 天天在骂我 说我是犯的战争罪犯 说哈马斯不是恐怖分子 还要召告全世界 你给我滚吧 有多远滚多远 要跟土耳其断交的节奏 咱不知道怎么样 我觉得埃尔德安 有他的想法 这哥们比较聪明 我觉得他可能通过这个选项 以色列施压 最后有可能 由他的出面 让巴尔去和谈 有这可能 但不管怎么着 埃尔德安最近说的 越来越激动 越来越激动 用词越来越重 刚开始用词就够重了 最近用词越来越重 当然以色列是肯定 不能够接受 不能忍受 但是再说吧 再说吧 但是我觉得土耳其 还不是最可怕的 周边现在 问题最大的应该是伊朗 他现在地面进入了之后 后面肯定更加血腥 如果更加血腥之后 如果他现在把通讯都中断了 中断了之后 把这些东西就杀完之后 我埋了 挖个坑埋完之后 你也不知道 不就完了吗 对不对 你不过我最后 我哪怕我挖个坑我埋了 跟秦始皇一样 对吧 我一个坑 我坑了他 二十几万人 你们不知道 不也就没事了吗 对不对 但是伊朗马斯可能出来捣乱 偏要给他这个东西 给这个的话 如果你真挖了坑埋了二十万人 国际社会 他肯定就整个就没法接受了 他整个就震惊了 对不对 美国能怎么去帮你去掩盖 我不知道 还有关键是 你做的太血腥了之后 伊朗他不干什么的话 他面子上都挂不住了 你知道吗 不管怎么着 他还是无论什么人 伊朗也给了很大的压力 美国也给了很大的压力 对不对 但是内塔尼亚胡 为了自己的统治定位 因为为了自己不为情算 为了保自己的位置 最后还是进入了 所以有的时候 我觉得就是说 这种想成为独裁者的更危险 他要真的是个独裁者 他的位置是稳固的 他只是考虑了 对土耳其 哪样做 对以色列最好 你明白吗 但是内塔尼亚胡 现在想到什么 想到是怎么做 对自己最好 而不是对 你这么做下去 其实对以色列是一种伤害了 是一种伤害 一会我们再给你录一期 讲讲 这个是纽约时报的一个专家作家 弗里德曼 就是说写以色列 连他也觉得 就是说 内塔尼亚胡 这么搞下去的话 连美国想帮以色列 都很艰难 你不能这么搞 就觉得内塔尼亚胡 现在有点 就是肆意妄为 胡作非为了 已经失控了 博总赵 先这期先讲到这里 好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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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